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面有一些绝不信的短暂阵雨 大概就这个样子 其他的话今天都是很舒服的天气状况 未来简单来看 我看了一下 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可能用两天两天两天 这个模式去知道一下天气变化比较容易记了 但是当然没有那么的精准 大概来说是这样子 因为天气系统怎么搞的感觉起来有点像春天 就变化的非常的快 昨天今天的话就是有点暖 有点舒服 蛮舒服的天气 明天开始的话会有南方水气北移 所以等于是礼拜六 明天是礼拜五 礼拜六的时候 会比较全台湾都会有点比较湿 水气比较多 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小年夜了 礼拜天跟礼拜一这两天的话 会是第一波的冷气团冷空气报道 所以越晚越冷 所以等于是礼拜天是小年夜 礼拜一的话就是除夕 这两天的话是最冷的 大家要记得一下 那就是说小年夜到除夕的清晨最冷 平地最低温会下滩10度左右 接下来的话是礼拜二的就是初一 初一初二的话反而是 中间有个小小的空档 这两天的话看起来天气还不错 我看这个吴德荣 他在他的专家里面讲到说 礼拜一的时候 因为除夕不是很冷吗 这个除夕很冷 但是等于是礼拜一的时候就会 初二就会回暖 那到了初二 初一会回暖 初二的时候呢 有另外一波封面 那稍微的东半部地区呢 跟大台北降雨距离略高 但其他地方的话呢 还算是晴时多云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初一初二天气还算是不错 尤其初一 但是初三的话呢 又有另外一波的封面报道了 那北部中部以北 都是转为有雨 那温度也会下降 所以等于是过年里面 有两波比较冷的天气 是小年夜跟除夕 再来是初三跟初四 那其他的话呢 就是中间抓个空的话呢 是初一初二 目前看起来 比较适合安排出游 好大概来说是这样子 这个去掌握一下 那当然时间近一点 还会有更多变化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说 只是要明天可以跟大家说了 OK好 这是今天出门的时候呢 可以抱着开心的心情 这个天气还不错 出门 然后呢准备迎接过年 还有准备一些相关过年的一些东西嘛 好那这个南部地区的话呢 在今天当然空气品质还是不太好 云加南的话呢 是橘色提醒 高频地区红色警戒 OK好 所以呢这些是跟今天天气有关 提供你出门来做参考 接下来看疫情啊 那这个疫情 全球持续性的拉警报啊 昨天今天 数字呢都是高达了三百多万人 单日新增感染 那这个也有八个国家呢 都是破十万啊 那今天也一样啊 这个大部分的话呢 就是今天大概阿根廷降一点点 然后呢英国升一点点 所以就在十万之列的啊 这个国家大概是这个样子 当中的话呢 美国跟法国今天并列啊 都是四十二万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好所以我们很快的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每个区域啊 再来很快的扫描一下 大致来看的话呢 都是有往上升的趋势了 要不就维持在一个高原高峰期啊 好美国美国的话呢 四十二万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还有两千四百多个人啊 这个死亡 所以呢就法国来说也是四十二万人 他的染疫的比例高啊 但是呢美国的话 因为人口多 所以他染疫比例 比起法国来说没那么高 那他死亡的比例相对来说 其实还蛮高的啊 好所以对美国来说的话呢 最近啊我觉得这个死亡的状况 重症住院死亡的状况啊 对他们来说的话呢 压力还蛮大的啊 这是美国 好那这个在北美的部分的话 墨西哥四万四 那加拿大啊 也到一万了 那所以呢就是北美 那南美洲的话呢 今天是巴西啊 这二十万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阿根廷稍微降下了点 变成八万多人 那另外智利 哥伦比亚跟乌拉贵也都是破万 所以呢就是在美洲地区啊 还是呢 这个美国跟巴西啊 是最严重的地方 那对巴西来说的话呢 接下来巴 加年华啊 这样的一个狂欢 狂欢的节庆啊 可能是比较值得担心的部分啊 那所以就是美美洲地区 那再来的话呢 在欧洲地区 今天一样的是法国 德国意大利 西班牙再加上英国呢 是破十万啊 英国的话呢 那在前去前前面几天的话呢 大概都是降到大概八万左右八九万啊 那今天看起来又起来了一点 好那这个就法国来说 42万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但是他的死亡人数大概就几百人 所以欧洲的死亡人数呢 都控制在的相对来说比较和快 几百人甚至是两位数字啊 好那但是染疫也真的是非常的快了 那所以法国42万人呢 单日啊 那这个德国18万 意大利16万 西班牙13万 英国10万 那此外的话呢 还比较值得注意的啊 是我们讲 5万以上的好了 这个俄罗斯7万多 所以他也是在增加中 先前都是从2万2万 好久好久的一段时间 对不对 久到我们都有点怀疑 他是有去平均啊 但是显然的现在是 飙上来了 这个6万了好几天 那今天是7万 那葡萄牙是6万多 波兰是5万多 那大概3-4万的国家 是比利时 丹麦 捷克 罗马尼亚 那还有奥地利 那1-2万的国家呢 是乌克兰 瑞士 匈牙利 塞尔维亚 斯洛伐尼亚 斯洛伐克 跟克罗埃西亚 非常美丽的国度啊 好但就整个欧洲来看的话呢 22个国家破万啊 比起昨天又多了两个 好所以呢整个的欧洲的染疫的人数 也比昨天又多了一些 来到了168万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好所以呢就是在欧美国家的部分啊 所以呢这个过完年以后啊 这个整个的疫情状况 事实上是大爆发的 好那接下来就看的是澳洲 澳洲5万多 大概就是控制在 他已经荡下来了 那荡下来就是 维持在四五万人左右啊 这个好几天了 好那再来就亚洲地区了啊 这亚洲地区的话呢 印度啊他大概维持是在整个 亚洲的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都是二十几万 今天的话是28万 好28万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那此外的话呢 在亚洲啊 他虽然没有到破10万那么多啊 但是呢 破万的国家呢 也越来越多 在今天的话呢 有12 12个国家呢是破万的啊 这昨天才9个 好所以呢 这部分呢 比较严重的呢 这个第一个土耳其啊 这个土耳其的话呢 好长的一段时间 6万多今天是7万 所以他又是不断 他又刷下了啊 他们的等于是新高 这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可能可能是更更大步啊 这个激增的是一个以色列啊 这个以色列今天也是7万6千多人 单日新增感染 再来的话呢 是日本 日本的话呢 先是破2万 再来是破3万 5万今天来到了6万多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所以日本呢 这个最近真的是 呃 这个文艺色变啊 这个讨论疫情的状况非常的 呃 平凡 嗯 包括很多的县市 他们叫做都县 很多都很多县呢 呃 就是更多的加入了这个 防止蔓延的这个 相关的防疫措施的呃 这个范围当中 甚至的话呢 这个东京啊 他们的考虑是不是啊 这个再下来的话呢 就要再次的申请的紧急状态啊 那所以对日本来说的话呢 目前疫情的是快步的扩散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很多破案的国家里面呢 另外一个呢 值得注意的是南韩 南韩的话呢 呃 过去这几天就几千几千增加嘛 今天也是破万了 来到了一万三千多人 单日新人感染 他这个速度真的还蛮快的啊 这比起昨天 昨天其实南韩呢 大概是八千多 今天就到了一万三了啊 好那所以呢 这是南韩 那另外在破万的国家里面啊 呃 这个包括什么乔治亚 越南菲律宾 孟加拉 约旦 哈萨克 跟伊朗 这些呢都是破万 那在不到万的国家里面 跟我们比较密切的哦 我们也很快的看一下 泰国 印尼啊 七千多 马来西亚新加坡 四千多 OK好那呃 中国大陆四十四 还好 那呃 香港今天也没有那么多 而且他们数字没有爆啊 这个昨天前天还是一百多嘛 哦 那台湾台湾 台湾的话呢 昨天九十二啊 那四十六是本土 四十六的话是境外 OK好 所以整个亚洲的话呢 也是啊 这个比起昨天升高 来到了七十万人呢 单日新增感染 而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整个Omicron呢 等于是在一个高峰期 那很多国家的话呢 就居高不下 那很多国家的话呢 现在正在蔓延跟飙升 大概来说是这样的状况啊 好那这个在国际之间 大概就是目前就是尽量的打疫苗了啊 然后呢 再来的话就是一些反对打疫苗的 就持续跟政府抗争 大概来说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的话呢 就第一个口服药啊 这件事情啊 大家蛮关注的啊 那等于是多一个武器来面对Omicron 再来的话呢 就是针对变异株 包括辉瑞啊 包括莫德纳都开始进行研发啊 希望是有专门针对的Omicron 跟未来的变异株的啊 那现在的话呢 因为啊 不少的工卫专家啊 都讲了 这Omicron到现在第一个 其实有点挡不住 第二个的话呢 他相对来说轻症 所以现在的话呢 有关于这部分啊 大家似乎都已经开始 就是所谓的新闻的感觉 已经越来越少 大家就一直等就等吧 等到三月份 如果来到一个群体免疫的状况 数字就不再激增了 那或许会有几个月的好 平静期可以过 大概是这样的气氛了啊 但对于亚洲对台湾来说的话 那是正在发展中 所以呢大家的心情可能会 浮动比较大啊 好那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昨天46例真的是 在过年前 让大家觉得可能 比较心头一紧啊 昨天好多朋友 本来有聚餐的 纷纷啊 这个打电话取消 或者就不敢再去了 因为现在跟用餐有关的 蛮多的 好回到蓝薰时间啊 那在昨天呢 这个46个新增的本土案例里面啊 等于是从陶基案以来的话啊 所以已经有371例啊 跟这个用餐有关 那尤其呢 那尤其呢 在桃园昨天呢 是29个人啊 这个29个人里面 包含了远雄自贸区14个人 呃 加贝尔的幼儿园呢 呃 衍生的群聚8个人 那因为呃 聚餐而养育的有6个人啊 那另外有一个人感染不明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啊 这个桃园县市政府 他们自己也有统计 等于到目前为止的话 有三分之二的话呢 都是跟用餐有关 不过当然一开始是稀提啦 稀提的话就是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嘛 那接下来的话呢 在昨天呃 传出来是一个前都算算锅 那呃 因为呢有三组人啊 这个先后根本就相互不认识啊 那也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家人 但都因为去了这家算算锅 那都各自啊 这个染溢 所以呢到最后呢 是呃兜起来 他们这个相关的足迹之后啊 认为说应该就是在这个 算算锅里面啊 大家可能染溢了 就包括先前的这个大南市场 不是说是一个来源不明吗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接下来的话呢 是一对呃孕妇的呃母女 哦他们也说是来源不明 再加上昨天还有两例 那发现他们共同的足迹呢 都是在啊 这个前都算算锅 所以呢目前推论的话 应该跟算算锅 这个用餐的环境呢 是有关系的啊 那所以呢他们嗯 很酸老鸡 他们并不是同桌啊 这个而且他们也不见得是合作 他们甚至还隔天啊 但是他们都养溢啊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为什么昨天的桃园市长郑文灿啊 那就是昨天率先要求把餐厅内用啊 的位置减半啊 所以呢这是在呃 有关于我们讲到呢 这个餐厅染疫的呃 这个现象啊 这个状况之后呢 陈时东昨天的回答啊 这个媒体的问题的时候呢 他还是比较倾向于他不会禁止餐厅内用啊 但是呢对于桃园市来说的话 因为实在是绝大部分的足迹啊 跟这个染疫者都跟用餐有关 所以他就决定也不会禁止 但是的话呢叫位置减半啊 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呢 是对桃园的朋友来说的话 要特别的注意啊 但是对于这个嗯 周末假期以及接下来过年 如果呢在外面用餐的话呢 你可以稍微注意 但我觉得陈时东讲的啊 也不无道理啊 因为现在全球的状况也就是这个样子 他说他认为呢 呃这个目前看起来就是 你就算不去用餐 你在别的地方目前看起来 他也讲了不染疫的几率 其实就是说染疫的可能性也很高了啦 啊所以等于是整个目前Omicron呢 对于台湾来说一旦流行起来的话 你说完完全全要跟国外的轨迹完全不一样 说台湾跟过去一样两年啊 这个神功护体 看起来这个Omicron的穿透性啊是真的很强 对台湾来说是事实上应该很难保啊 过去两年的这个那么好的成绩啊 所以意思就是用餐不用餐 呃差别应该不是那么的大 嗯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差别在于说呢 用餐因为是脱下口罩 其他地方的话呢你再怎么样啊 就是说就算可能会染疫 你其实你只要戴口罩勤洗手 呃其实染疫的几率相对来说 也并不会真的那么的高 那当然染疫之后的话呢 呃如果你有打疫苗相对来说 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吃饭的场合确实啊 这个脱口罩我想是为什么 为什么多多半的地方啊 这看起来都是在聚餐的时候染疫啊 可能我就跟脱口罩实际上是有关系的 那所以代表就口罩某个程度来说 还是可以呢相当的防护了啊 那只是说呢呃 这陈总也讲到了一个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啊 如果说真的啊 这个餐厅要禁止内用的话呢 对于民生的打击很大 我想这是另外一个 考虑的很现实的部分啊 所以尤其在过年期间 是做生意的高峰期啊 那所以呃如果说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宣布啊 这个餐厅要停止内用 呃我相信对于这个呃餐厅啊 旅游啊等等冲击啊 都是呃这个非常的惊人的啊 那反弹应该也会很大 那我想这是为什么啊 这个目前没有禁止内用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两难局面了啊 那呃所以如果说这个是政府怎么决定啊 政府也可以决定要禁止内用 但是这这对于台湾的经济来说的话呢 就会很大的影响 对过年来说也会很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不禁止内用的话 会不会在这一波之后啊 呃这个突然之间疫情大爆发啊 翻倍啊 因为过年呃也不无可能 所以我想呢 呃这样目前政府没有宣布要禁止内用 但大家如果说要用的话呢 呃可能就是要自己的防护要做的好 就是说因为同桌的呃可能我想梅花座 可能就是跟隔桌要开始距离远一点啊 这个部分呢减半我觉得事实上 如果有担心的话 是可以考虑的这些餐厅了啊 让这个上门的用餐的客人啊觉得安心 那再来的话呢 隔板其实未必啊有这个效果 这个专家也说了 其实呃隔板或许是 为什么有些餐厅隔夜隔天的客人依旧染疫 搞不好是因为隔板 因为你隔板的话呢很多飞沫喷洒 然后你未必那么常清洗的话呢 那它可能残留了导致了环境的这个感染 所以呢在餐厅里面的话呢 第一个是厕所看起来呢是一个呃最可能染疫的地方 所以呃站起来去厕所一定要记得戴口罩 然后呢一定要洗手再出来 那再来就隔板其实未必安全 这部分可能就做个参考啊 大家呢可能针对这几天的一个案例 可能要稍微的研究一下 总而言之啊目前看起来 桃园已经呢呃针对内用的部分的话呢 希望位置减半 那ok这个桃园29个 那其他的地方的话呢是高雄 高雄的话呢12个人呢确诊啊 包括了这个星光轮的客户 还有台南亲戚家的聚会 那另外宜兰郊西啊长荣 这部分的话呢在天两个人确诊 也是个群聚获散 那台北市的话呢有个幼儿园的教师确诊 那这个部分也是想跟餐厅有关 因为他跟先前房仲的友人 在同一家面馆吃饭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 目前呃这个等于是 房仪正常高度怀疑啊 是因为这样子这个面馆啊所导致的 所以目前的话呢 除了我们刚讲到的西题 包括呢这个前都算数 包括一开始呢呃 在这个高雄港的星光轮 他事实上就是因为脱下口罩吃东西 那所以呢 我就说脱口罩这件事情啊 就用餐这件事情 是相对来说比较呃有风险的啦 那对那另外就我们刚讲这个面馆 这个面馆的话呢 包括房仲的友人 包括呢松山幼儿园的老师 大概来说就是跟这个面馆用餐有关 好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看得到的 第一个是人数 第二个的话呢是他们的足迹的重叠性 好回到啊 南轩时间啊 所以刚刚讲到了这个台湾昨天的本土呢 这个等于是又突然间激增了 这个是46个当中的话呢 很多跟用餐有关啊 呃 所以我们刚讲到说呢 这个嗯 防疫中心指挥中心啊 就讲说并不会去禁止餐厅内用啊 那这个陈时东特别提到说呢 如果说把一些呢呃可能群聚的那可能的相关的足迹都去过的 这些呢呃公共场所啊通通都关掉的话 那么会造成一些民生的问题啊 所以呢再不考虑呢禁止内用 但是呃因为过年真的是要到了啦 我觉得如果说完 因为我看后来接下来呢 呃这个指挥中心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啊 但是呃这个指挥中心的建议非常的模糊 他说那餐厅业者呢呃清洁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要恢复隔板跟梅花座指挥中心也不反对 但是也没有强制 我觉得因为啊这个呃一般的人不会有那么嗯 专业的啊这样的一个防疫的判断啊 所以我觉得嗯防疫中心就指挥中心啊要讲说 呃不会寄出禁止内容 就大家可以理解 因为就大家共同去面对这个民生跟经济上面的冲击嘛 但是呢如果说要这样的做的话 我认为春节的一些防疫之音应该更清楚 就是说我们共同面对可能的风险 因为我们没有禁止内用 好但是怎么样降低没有禁止内用继续开门的风险呢 你可能包括呃该不该有梅花座距离多多少 到底隔板要不要做 因为你现在拿上放上去也不对 拿下来好像也不对 就觉得不安心啊到底该怎么样 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呃呃指挥中心应该更更负责任一点 我就说谁都不想当坏人哦 尤其我想对政府来说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说要继续开放 大家共同承担可能的风险的话 基本上的一些专业的指引我觉得应该更清晰哦 不太不太好是这样的说说啊可以 也不反对啊也不强制 那所以到底又怎么样啊 这个一般人无从判断起了 我觉得这部分的话呢 希望防疫中心在这两天啊过年前把话给说清楚一点啊 好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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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有重叠的一些足迹 他们要等待通知 然后的话去筛检 另外的话 我觉得蛮值得注意的是境外 境外移入的话 值得注意的是什么 昨天有四十几个人 从境外回来 我们发现一落地下来 筛出阳性的就有一半 另外一半的话 是来自于去进到检疫所里面 或者检疫旅馆去隔离 隔离之后再筛出一半 所以代表的是 其实现在疫情有点伤脑筋 他第一次筛不见得筛得出来 所以第一次筛筛出一半 接下来以为没事 但是要暂时隔离再筛出一半 所以面对这个真的是还蛮狡猾的 容易逃脱的Omercon 大家可能不要太紧张 但是对于这个病毒的认识 可能也要再特别的注意一下 不是说筛一次就完全没事 就可以不戴口罩 或是说就没有洗手 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是要提高警觉 好 所以这些是跟今天 还有目前看起来总共有10条传播链了 有6条目前源头不明 即便找出一些重叠的抓出来 可能是用餐等等 但还是有6条不明 看起来接下来我想会有更多的传播链 源头不明的或许可能会来的更多了 所以大家可能要做好一些心理准备 那目前的话政府也在研你 研你是不是要开放打第四季了 那再来的话5到11岁的 这个孩童到底要不要打 这个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OK好大概是这样这个讯息 好那看完这些讯息之后 一样的接下来看的就是欧美股市 好昨天欧美股市的话呢 是涨跌互建 那台湾的部分的话呢 昨天封关 这个昨天封关的话呢 整个的过去这一年表现是都很好了 但是呢 昨天封关看起来呢 是跌的 那所以呢 对于未来这一年 过去这一年 是牛年大涨了11% 那这个未来的虎年 看起来的话呢 这个专家的说法是说 是要画微笑曲线 意思就是说呢 看起来其实过来年还不错 但是接下来的话 可能稍微的缓一缓 那接下来的话呢 等到疫情完全过去的 或者大家真的可以找到方法 跟病毒共存之后 应该呢表现还是会不错 OK好那台湾市场在去年 整个的表现 不管是经济的 整体GDP 还包括了股市当中 是都表现不错了 但是它就是并不是一个 雨露均沾平均 这样子的一个不错 它可能是在房地产 在这个知通讯产业 特别的好 但是呢 这个服务业的部分的话呢 坦白说还是受到疫情影响 蛮惨淡的 好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讲到台湾 昨天封关 过年前的封关 那至于呢 继续呢 这个 在 在 开市的 这个欧美股市 我们刚讲到的是 涨跌互建 好那么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在美国呢 道琼贵指数下跌了 129.61点 收在34168.09点 跌幅是0.38% 南大指数涨 涨了 小涨 这个2.82点 收在呢 13542.12点 涨幅是0.02% 而S&P500呢 下跌0.15% 另外呢 费城半导体涨了 1.68% 好这是涨跌互建的 美国股市 好那欧洲的话呢 三大指数都是上扬的 英国呢 上涨1.33% 法国涨了2.11% 另外的话呢 这个德国涨了2.22% 好这个欧美股市呢 在昨天看起来还算可以 但是呢 重点在于呢 这个美国了 美国的话呢 昨天就算涨也算是小涨 原因来自于呢 联准会 美国的联准会呢 昨天结束了两天的 这个相关的利率 跟货币政策的讨论 那结果出来之后的话呢 其实有点一如预期 甚至有些呢 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的谈话 让大家呢 心里面呢 有点更紧张一点 怎么说 第一个呢 他们维持 在这一次确实 就没有去动利率 这个维持的基准利率 是在呢 0%到0.25%的区间不变 但是针对今年 这个2022年 今年升息 跟这个缩减购债表的 这个计划 是怎么样呢 这个鲍尔讲的更清楚了一点 第一个三月初的话呢 那次会议当中 应该就会来进行升息 好 那这个升息之后的话呢 就会开始呢 来列出 这个相关的缩减购债的 整个的时程 所以等于是紧接着 马上就会开始呢 进行缩减购债的一些 该做的 这些行动 展开行动 那鲍尔特别提到 因为通膨率远远高过于2% 而且目前呢 劳动势很强劲 所以他的意思是说 不用再去纾困 不用再去宽松了 所以呢 会很快的 很适当的升息 甚至以后 每一次会议 都会宣布升息 就是这句话 哇 搞得呢 这个市场呢 马上下跌 好 回到蓝宣时间啊 我们刚刚讲到呢 这个美国的联准会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利率会议 结束之后 是昨天的影响到股市呢 这个最大的一个变数啊 那因为欧洲的开盘是在 这个收盘是在这个联准会 开会宣布结果之前啊 但并没有呢 这个受到啊 这个话题相关的影响 所以呢 还是一个收高的局面啊 但是呢 美国的话呢 事实上就影响还蛮大的 我们刚讲到 他最主要一句话 就是讲到说呢 以后呢 不排除啊 每次会议呢 都要升息啊 那所以本来 市场会觉得说 你要不要浓缩啊 假设说你要升个 呃 两码或者四码啊 你可能呢 呃 分散在就一次啊 就在两次里面 把它结束算了 不要每一次啊 但是对于联准会来说 我相信他认为 这样子比较分散 就是说你可能总共 你偷偷的要升息多少 那但是你分散在 好几次里面的话呢 可能对于市场来说的话呢 影响不会那么剧烈 大家呢 也可以这样慢慢慢慢 慢慢的熟悉了啊 但是如果每一次的话 当然大家会觉得说 每次都痛一次啊 这是一个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减购债啊 大概怎么个说法 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这个呃 报尔说啊 呃 美国在从2020年 疫情开始啊 他们进行了 所谓的量化宽松之后 大概陆陆续续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呢 呃 这个证券组合的配置了 就是所谓的呃 呃 购债这个啊 目前看起来的资产负债表金 来到了九兆美金 哦 那呃 事实上这个还还蛮多的啊 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 要大幅度的来缩表 那他们的方式啊 可能就是用这种 就是呃 到期了不再购买的方式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最后一期到期的就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等于是呢 呃 连续续才刚刚啊 再次的购买啊 一批呃 相关的资产 那之后就停了 就就不再啊 去进行呃 呃 购债了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这样子 那未来这段时间的话会结束 所以呢 整个来看的话呢 等于就是在今年啊 呃 会蛮大步前进的 把先前的宽松改成了这个紧缩的政策 那所以呢 对市场来说的话呢 等于就是没有任何的悬念了啦 甚至呢 具体的化为行动的话呢 呃 整个时间表也都开始出来了 但是时间表出来总是比呃 你未知来的好 即便说看起来好像是每次会议啊 这个都会有一些宣布 但是无论如何 总而言之啊 这个被市场视为是一个鹰派 那然后呢 这个市场的昨天反映了 当然就还蛮 呃 这个剧烈的啊 呃 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 本来像标准普尔早盘 还还涨了不少 2%左右 后来通通吐出来了以后呢 还还下挫啊 等等 OK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是讲到这个美国的联准会 在昨天的话呢 针对升息 还有缩减购债 他们有一个相关的表 原则都出来了 所以呢 如果说跟这个相关的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大概来说 今年的话呢 这个联准会已经抛出了啊 这个他们的一些 呃 蛮明确的方向了 OK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就是跟这个 恶乌的关系有关了 那现在来看 双方还是在僵持当中 到底啊 会不会呢 就在这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有任何啊这个发动战争的可能性 呃 呃 整个的市场当中还是蛮紧绷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尤其会受到影响的是能源类股 还有相关的油价啊 因为的话呃 包括呃 呃 俄罗斯包括乌克兰啊 他们本身呢 这个就是包括俄罗斯他们天然气的供应啦啊 或者说第一个就他们生产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天然气啊 或者跟各式的油 他们可能会被成为筹码啊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都会影响到这个相关的油价 所以这个部分啊 是一个影响的呃 重点啊 那我们也很快的来看一下啊 这个最新的发展 最新的发展来说的话呢 第一个俄罗斯来看啊 他们还是一样这个驻兵是不动嘛啊 那跟白俄罗斯要进行军事演习 也就是呢 目前呃 这个的现况 那但是呢 俄罗斯显然的还是不断的啊 这个对美国跟北约啊 放话 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先前是北约跟美国放话嘛 就是要给予很严重的经济制裁啦 也说不排除去部署军力啦 那美国不是说这个8500个呃 人啊 这个士兵会在五天之内 一旦爆发战的五天之内 可以到达北约啊 来进行相关的持缘吗 但是很显然的啊 这个俄罗斯方面呢 呃 就是不吃这一套啦 他的意思是说 我还是要你给我啊 我提出来的条件 你都没有回应我 所以你光是呢这样子摆一个阵在这个地方 呃 俄罗斯等于是要求啊 你要给个回答 那给的回答是什么回答呢 就是有关于北约东扩 还有呢 这个美国跟北约承诺不在啊 这个前苏联国家部署军事阵地啊 这个飞弹阵地这个讯息 那最新消息是 布林肯在昨天呃 说话了啊 他说呢 他在昨天跟乌克兰跟欧洲的盟友充分协调过后 说已经提交了一份书面的回应给俄罗斯啊 不是公开口头回应 不是用开记者会的方式啊 那么的正式回应用书面的方式回应啊 那这个回应的话呢 说跟俄罗斯提出外交的路径图啊 希望呢 能够来缓和俄乌边境紧张的安全局势啊 那我想用这个书面的方式可能因为这有点点 坦白说 我觉得有一点点示弱啦 我就是说对俄罗斯来说 呃 他就是用用军事啊 不断的逼近来来恐恐吓你 要你要给个答案 但是对呃美国跟北约来说 我们也分析过 你要接受吗 你接受了以后 尤其对于北约来说 呃都是一个民主国家 你怎么可以要求一个想要申请入北约的乌克兰 说你不准进来 因为俄罗斯说你不能进来 你即使他心里面 呃他们未必希望乌克兰进来啦 我们也分析过说北约其实对他们来说 因为乌克兰如果进来 那就要共同承担他的好跟他的不好 那如果一旦呢俄罗斯真的再犯乌克兰的话 那代表所有的欧盟北约呢 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义务去帮他捍卫啊 所以这边你会卷入一场战争 所以对于呃这个北约来说 也在这个地方有点犹豫啊 但不论怎么讲 口头上你绝对不可能说 我们向俄罗斯低头 你这个乌克兰你不能够来加入啊 那如果这个例子一开的话 第一个呃这个形象颜面无光 第二个接下来的话呢 那其实对于北约的啊 如果有更新的一些盟友啊 这个进进出出 其实都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 我想这是为什么他们那么低调 用书面来回答俄罗斯 而且回答呢 听起来也不清不楚啊 就是说有点像拖延战术啊 所以是不是要拖到呢 春暖花开 俄罗斯不再能够用天然气来做要挟的时候啊 才会有另外一个局面呢 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这是第一个 今天最新的动作 那再一个的话呢 就是说现在美国加紧决定提供能源给欧盟 所以意思要去减缓俄罗斯 因为掌握有断气的权力啊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所获得的筹码 我们休学再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啊 那这个恶物啊 这个相关的状况 对于整个的股市没有那么的明显啊 但是的对于油价 或者对于整个的气氛而来说的话呢 还是造成相当的紧张了 尤其是如果动武的话 我想这个影响就很大了啊 那现在僵持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也让整个的这个经济的啊 这个或者说股会是上空 就笼罩在一个比较沉重的压力底下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话呢 事实上呢还是有一些呢 进展 这个进展啊 看起来坦白说 我觉得是一个缓冰之计了啊 因为呢在昨天啊 等于是这一两天 在这个僵持的状况底下的话呢 俄罗斯的外交部长啊 这个拉夫罗夫又重新了 就说你不要不回应我 他的翻译成白话文就这个样子了 就是说呢 呃 我还是要求 我们先天开出来清单 你要回应我们 就我们提出来要求 你到底答不答应 那否则的话 我们就要 呃 这个展开行动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展开行动 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要侵犯乌克兰 我没有这个意思 是因为你们不回答我 你们不承诺呢 呃 这个停止动扩 那所以对我们来说的话呢 呃 这个呃 威胁就在门口 我们怎么可以啊 这个就轻轻的 就让你放过呢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在布林肯昨天的话呢 就提出这个书面的文件啊 那为什么我会说 呃 这个看起来真的是 很像缓兵之计呢 因为他们这个文件 真的到目前为止啊 没有任何的媒体呢 都有报道 因为他对外呢 不愿意公布 那所以呢 媒体也只能说 他稍晚啊 这个美国应该 因为是一个民主机制的关系 他应该会跟国会啊 这个报告这个内容是什么 那在啊 目前呢 布林肯口中已知的 他愿意透露出来的 只有说 就我刚才说的 他重申啊 这个北约啊 是一个门户开放的原则 意思说 他不可能去接受 俄罗斯要求的说 呃 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 如果他申请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可能的啊 所以他也说 再次强调 他就说 这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承诺 这是对于乌克兰的承诺 也是对于一个民主的承诺嘛 好 但是那如果你 你不答应他 那你这个书面报告写什么呢 布林肯说 我们写了一份呢 非常严肃的啊 这个外交的前进路线啊 呃 希望啊 这个俄罗斯能够理解 能够选择他 所以什么叫做严肃起 呃 呃 这个外交的前进路线 真的就就不知道了 但是他说 呃 他能够吸 他为什么不对外公开啊 是希望这条路径 能够呢 为呃 这个双方啊 就等于是俄罗斯 北约啊 美国中间提供一些可协商的空间 意思就是 如果一曝光的话呢 很可能啊 各方的力量进来 就就没得谈了啊 所以听起来 我觉得一定是这个 条件不是那么的好 如果一端出来 就会有人反对 所以他才决定啊 这个先不公开呢 看看啊 是不是呢 能够在外交的斡旋当中 呃 因为私下有机会 呃 再去磋商一下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了 所以呢 对布林肯来说 他说他这份书面的文件呢 是跟北约 跟这个乌克兰 充分讨论过的 那会 呃 对于 至少对于先前 没有回应俄罗斯 这个部分来说 是充分的 这个加强了 对于俄罗斯的回应 也表达了 对于欧洲 集体安全的想法 跟关切 大概来说这个样子 那当然希望 能够呃 未必啊 他们就说 未必能够让俄罗斯 完全满意啊 但至少是可以让他决定 不要采取呢 侵略的行动 好 所以呢 呃 简单说是一个非常 含糊笼统的 书面文件 至少对外来说 他可能不愿意去详述啊 所以呢 到底这个内容是什么 那俄罗斯又会有什么样反应啊 我想呢 就是这一两天 看了这个书面文件之后 就会有一个 呃 更清晰的 大家来研判啊 到底呢 恶物会不会啊 这个在这段时间动物 但是对俄罗斯来说 他如果让他白白的拖延 拖到了春暖花开 他的筹码越来越少 呃 天然气越来越呃 在这个冬天不再被那么强烈的需要的话 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傻瓜了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观察一阵子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是在讲到啊 这个在地缘政治当中的一些话题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呃 世界卫生组呃 世界贸易组织WTO啊 他也丢出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对于美中之间好久不见的关税战啊 可能会另起一个呢 小小的啊 这个变化 那就是呢 不是美国针对中国 是中国针对美国 好 WTO呢 昨天裁定 中国有权利啊 这个针对呢 价值大概是6.45亿美金的美国商品 征收关税 因为过去这段时间 美国对于中国呢 啊 这个采取了很多的啊 这个关税战 所以呢 中国就是 一撞告到了这个WTO啊 就是WTO呢 在昨天是做出这样的采取 说你也有权利 对他呢 提出相关的关税的征收 好 所以呢 这个讲到说 可能允许中国呢 最早就在这个今年的二月份 可以对美国进行报复 好 所以呢 一段时间 算是主动发动 这个关税攻击的美国暂缓脚步 所以看起来好像双方休兵 但是呢 在中国一撞告到WTO之后呢 WTO做出裁决之后呢 让中方有了理由去做报复的行动 所以呢 这个美中之间会不会再起啊 任何的在经济当中的战端 这部分的话呢 可能要再继续观察 这是一个新的相关的变数 好 所以呢 这是几个比较 嗯 大的啊 这个比较范围啊 牵动也比较牵连比较多的啊 这个相关的啊 欧美股市的一些啊 话题 那接下来就是一些个股了啊 这个个股的部分的话呢 晶片啊 这个晶片的话题呢 在最近啊 一样的烧 那讲到说今年的晶片荒啊 可能也未必会解除啊 那所以呢 这个对于晶片的购买 昨天才传出来说呢 NVIDIA他们可能要放弃收购英国的晶片公司啊 后来还立即出来否认 说呢 他一样的啊 这个打算去呃 买 而且呢 要加速来发展 所以呢 消息出来之后的话呢 他的股价呢 新年跌的啊 马上就回涨了 百分之二点零一 那另外的话呢 汽车啊 这个蔚来汽车 就是现在很多要发展 电动车啦等等啊 那这是蔚来汽车 昨天的话呢 蔚来汽车在香港上市的计划呢 遭到监管审查的阻碍啊 所以呢 昨天的股价下跌 百分之四点七五 那目前的话 他是考虑啊 在这个新加坡二次上市 这是讲到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 相关的啊 这个企业啦 这个目前的话呢 市场当中监管是真的是越来越多啊 OK好 所以呢 这些部分是我们看到 个股里面比较有啊 比较明显涨跌啊 比较受到关注的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 是我们看到啊 这个华尔街日报报导 他特别做了一篇报导 报导的是什么呢 报导是台积电啊 讲到呢 台积电这段时间 过去这些这几年啦 这个半导体的发展啦 这个需求不断啦等等啊 好 这边讲到说呢 台积电已经坐拥了 6000亿美元的市值 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国家了 超越了中国的科技巨头 哇 这个听起来是真的啊 这个还蛮 鱼有容焉的 那确实啊 这个台湾因为 这个台积电的关系 成为啊 这个半导体的重镇 那半导体在未来这段时间的发展啊 也目前看起来持续的时代高峰啦 所以呢是一件好事啊 就是说对台湾来说怎么样子的啊 软硬体共同发展起来是更好的 那再来的话呢 油价啊 这个油价值 这边持续上扬 跟俄乌的情势是有关系的 呃 纽约部分涨了2% 收在每一桶87.35块钱美金 软德布兰特原油上涨也是2% 收在每一桶89.96块钱美金 先到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